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各个种族的小四级兵里面 法爷毫无疑问是第一名 本身属性十分扎实 而且肉搏战杀伤力不仅 还是个高贵的远程兵 升了级之后呢 属性也是获得了极大的增强 速度也是七点 在远程兵里面算是非常的快 换句话说 你可以笑话法爷卖国 但是你绝对不能质疑他的能力 毕竟你真金白银和特殊资源 砸进去那么多 法爷战斗力如果再不行的话 它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建设法爷需要每种资源五个 外加两千金币 基本相当于一个三级魔法塔 而升级法爷虽然只要五个木头 但是它有一个钳制建筑 就是图书馆 东上所述相当于一个小云中城 咱们先让法爷来报答一下 小学生烈火元素 尹管从理论上来讲 移动速度很快的兵种 对付远程兵那是有手就行 但是咱们烈火元素压根就没有手 烈火元素连同轴铲的铁人都打不过 那就更不必说大法师了 法爷表示小场面 换个更厉害的来 接下来上场的是长脚恶鬼 他在没升级之前 确实算得上是四级兵的中游 但是在升了级之后 基本也就只能和烈火元素掰手腕了 这局不能说是十分轻松吧 也只能说是没有难度 那么同为远程兵的美都沙对阵法师如何呢 美都沙售价330金币 法爷售价400金币 从价格上就已经看出来 已经死了 不是这么打的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 法爷的属性都相当的扎实 打楼城有个好处 他的兵虽然很贵 但是呢绝对很好用 地狱城看了一眼 自己卖60块钱的怪物 表示很羡慕 我承认十人魔王确实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移动速度很慢 各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还没有冲到法爷面前 就阵亡了一半 如果法爷没有近战杀伤力不减的话 十人魔还是可以逆风翻盘 但是照目前的态势来看 根本不可能了 这也就是慢速兵的通病 但是这个时候蛮牛表示 我为啥让祭司射五轮 他都打不过呢 蜥蜴在升了级之后 他的移动速度是七点 他可以直接两轮下底 既然移动速度和法爷一样快 咱们就来安排两场测试 看一下蜥蜴在先手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获胜 这局是后手 他很显然是打不过法爷的 甚至他也足够非洲人 没有触发实话 但是现在触发了已经晚了 最终巨蜥战败了 但是呢干掉了一半以上的法爷 这局咱们先等待 让巨蜥先行动 巨蜥打法爷一定得往前冲 要不然的话 他就两轮够不到他 现在就是拼硬实力的环节了 但是咱们法爷表示 小场面 我卖这么贵 我是有理由的 咱不管别的 你就说我厉不厉害吧 但是广大塔罗玩家还是觉得 你哪怕是战斗力差点 你也别卖这么贵呀 最终法爷获得了胜利 巨蜥还是没有任何的胜算 要说法爷没有对手 是不对的 比如一百个银费马 直接冲到他脸上 这就相当于 你准备好打牌了 别人现桌子了 这群年轻人 欺负我69岁的老同志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劝你好自为之 不要再犯这样的封名 哪怕是强如浩南哥 只要他不能两回合进法爷的身 他也没有任何的胜算 浩南哥其实是相当退做的 正在对抗远程兵的时候 非常吃亏 毕竟你只有活着才能打出输出 队中法爷只阵亡了22个 十字军表现很差 接下来是港口城的暴风雕 他有一个类似于五代顺劈斩的技能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 法爷打高度飞行兵的时候 还是有点欠缺 他不像五级的蛮牛 打各种五级远程兵都毫无难度 暴风雕是双击 利用速度优势 能和法爷打成这样 你可见法爷战斗力有多强 欢迎射手表示 远程兵 我最喜欢的就是和远程兵对射 欢迎射手卖400金币 在四级兵里面结束了 在四级兵里面 最起码得是一个高级四级兵水平 医学鬼王表示 打赢几个摆设就敢成四级兵第一了 打赢最厉害的那个在说吧 这场对决 我哪怕死一个我都算输 医学鬼王卖500金币 周产的话就是4000 这样的价格放在五级兵里面 也能排到第二名 所以说他打五级兵也是没有任何难度 但是他毕竟是个亡灵 而我们不是 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都 Church 在四级兵里面 就过不得有点 请不吝点赞 唯一 对 不是